果爱玲参加斯坦福开学典礼 透露将于明年1月份重返赛场 刚刚结束的斯坦福大学的开学典礼上 果爱玲作为本届新生的学生代表 出席了活动 在妈妈和姥姥的陪伴下 开启了大学生活 此前一直在新西兰进行滑雪训练的果爱玲 也结束了训练 在开学典礼前两天才返回美国 另外果爱玲还透露 她将在明年1月份开启新赛季的征程 我们共同期待果爱玲新赛季的表现